我舉個例子來講 最近有個病友他30歲 是一個老師 老師他常常要用他的聲音 他發現每次感冒他聲音撒啞就特別久 不會好 事實上他在做健檢也告訴他 甲狀腺長了一個將近一公分的結節 那最後過了三四年才發現 他是甲狀腺癌 而且已經把聲帶都破壞了 收看每日健康讓你日日保健康 很多人看到別人脖子腫腫的 就想說這一定是大脖子定 你要去看一看 甲狀腺是不是功能異常 可是事實上 脖子種種的 好像不一定只是甲狀腺功能異常 那麼單純的問題而已 有可能隱含其他疾病嗎 在脖子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有蠻多的器官 最主要是甲狀腺這個內分泌的器官 那旁邊還有很多的淋巴結 這些免疫的器官 那我們看到甲狀腺的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想到 甲狀腺有幾個不同類的疾病 那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脾氣暴怒啦 身體就突然就瘦下來啦 很怕熱啊 這個就是我們常看到的功能異常 可是另外有一群呢 它機能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它就是長東西 那長東西它長得很小 我們叫做結結 那你也可以說是 甲狀腺長越來越大越來大 我們叫甲狀腺總 總破結結 它其實會真正是惡性 大概佔了1到5% 可是呢 常常會有一些相關的症狀 被我們的這個病友忽略 譬如說聲音沙啞啦 那臀眼有一點怪怪的 我們叫義務管 我舉個例子來講 最近有一個病友 他30歲 是一個老師 那老師他常常要用他的聲音 他發現 每次感冒呢 他聲音沙啞就特別久 不會好 那事實上他在做健檢也告訴他 甲狀腺長了一個 將近一公分的結結 那最後過了三四年 才發現 他是甲狀腺癌 而且已經把聲帶都破壞了 甲狀腺癌呢 相對是其他的癌症來講 他是比較友善的 他分化比較不好 他就叫做分化不良 或者未分化癌 這一類的癌症呢 他的生長速度很快 還有一些癌呢 他不是屬於甲狀腺綠泡來的 叫水質癌 那還好這種水質癌 和這個比較分化不好 或者是沒有分化的癌 他大概只佔5% 就是95% 就是屬於分化的 分化型的甲狀腺癌呢 我們現在可以分成 乳突跟綠泡癌 那這兩個癌症呢 因為呢 他們都具有吸收點的能力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 用放射點來控制他 乳突癌和綠泡癌呢 我們在過去的經驗裡面呢 當你這個持續的追蹤 超過10年以上 你還是會發現 大概有10到30%的機會 你會再長出來 那再長出來呢 有人一長 就是直接遠端轉移 一旦轉移出去的 這些腫瘤呢 他其實分化的程度就會下降 我們就沒有放射點可以治療 復發的甲狀腺癌呢 通常會先考量的 還是能不能再手術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遇到病友 他說我脖子已經花了5-6刀了 那有人呢 放射點呢 他治療會累積的劑量呢 到了好幾百好幾上千 荷爾蒙治療呢 他是利用甲狀腺素服用進去以後 補充拿掉的甲狀腺 那另外也可以產生部分的抑制 腫瘤細胞的這個生長的作用 假如這三個都不適合用 又看不到效果的時候 我們就會考慮用標靶藥物 這個最近5年內好 我們其實某些病人呢 過去是束手無策的方法 那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用標靶藥物來做治療 是 那這個標靶藥物目前來講 他適合什麼樣的患者 就是所有的復發都適合嗎 那他的臨床治療成效 有沒有相關的一些研究統計 大概在4-5年前 進行跨國多中心的臨床試驗 他發現這個藥物呢 在放射點已經沒辦法再治療 比如說他失去吸收放射點的能力 或者你投雨放射點 結果腫瘤反而還繼續漲更多 反應效果達到65%以上 也就是說投這個藥 你可以看到有比較好的這個治療效果 跟對照圖來講 他至少延長了大概14個月以上的這個生命 這三四年來我們發現 病人腫瘤一用下這個藥物 他的甲狀腺癌的標記 可以迅速下降 通常三個月內 可以降到超過這個6-70%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 腫瘤的大小 他也會在縮小 那有些腫瘤呢 他即便不能縮小 他也停止生長 這個藥比較特別 他是口服的 病人只要每天吃 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那不知道醫師臨床上有沒有曾經 實際使用這樣的藥物之後 你發現在病患身上真的看到蠻好的成效 這位病友一開始是在一個醫院幫他做的 腳狀腺手術 在治療的過程當中他的腫瘤越來越大 大到了將近20公分 病人沒辦法呼吸 病人體重也迅速的下降 到了30公斤以下 我後來就了解了整個病死以後 知道這個病人其實 再開刀也沒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他的腫瘤已經跟血管是完全的 輕患在一起 然後又把氣管整個這個壓迫的非常的嚴重 他沒有其他方法治療的狀況下 我就給他用標靶藥物 各位可以看到標靶藥物用了兩週 他的變化從原來的20幾公分 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 那再用了四個月以後 我們現在看到他的腫瘤其實已經 就變成兩三公分這樣的突起 可以看到他的腫瘤 他的氣管已經壓迫成這樣子 這個氣管的洞已經非常的小 那裡面一些血管跟腫瘤是包覆在一起 就很難去做手術 事實上他的腫瘤在頸部和中隔腔 已經把重要的氣管都壓迫還有侵犯 那我們在用了藥物一段時間後 就會發現第一個氣管可以打開了 所以這病人的呼吸症狀整個就改善了 他的腫瘤也逐漸從一些正常的氣管退回去 所以這個腫瘤就得到了一個比較好的控制 我們就有機會讓這個病人可以有比較好的生活 是很高興因為新的科技進步 患者可以有了更多的治療選項 然後如果罹患了也不要覺得很擔憂 其實現在的醫療只要配合醫主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治療選項可以使用 謝謝沈醫師謝謝 謝謝 Louis檢察 謝謝